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为他哭 风雨满行路 牵引红辣摇鼓舞 笑容又在回眸无处 心潮竹浪千百树 只把真情书 以后往能辜负 不忘却藤相骨 麻麻人海皆远渡 爱过是苦 爱过是负 阳光满行路 敞开心扉听倾诉 心潮竹浪千百树 只把真心住 所以我希望各科室积极配合 严肃严谨的工作 确保这次手术成功 大家清楚吗 清楚吗 我还要再说点吗 赵旺的父母为了给孩子看病 把妈们都买了 还挨家挨户 请乡亲的帮助 这次给孩子看病大部分钱 都是乡亲们全 男女老少都伸手帮忙 赵旺 是赵家营全体村民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尽全力 争取这次手术成功 不能让那么多乡亲失望 懂吗 严大爷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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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小超 谁给你买的手机啊 还能谁啊 我爸呗 真漂亮 你是发短信呢 给我妈 给我她 我晚点回去 我要到我爸那去 看她怎么做手术的 是吗 你爸真了不起 那当然了 谢谢了 好那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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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舞长 你们叫了呢 祝你给我出去 快 NCAA 快啦 快来 快来人啦救救我儿子 快来人啦救救我儿子 快 吃把気 안녕 快来人啦救救我儿子 小超 你 Minnesota 我也不愿意 抹他的 depois 小超你们吊嚯 小超 你不能声 让我进城 那一家 让我进城 那一家 等等 司马不明了 司马不明了 他什么呢 病院长你们叫了没有啊 你去冷静一下 病院长马上就到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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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他 当时 救救他 老夫先过我好好安排 司马不明了 他得听啊 司马正在守护 才让这书下回来 你跟我说我来安排 小丑他今天下午只有两节课 我跟他说下了学之后 就直接回家 结果这孩子 他放了学之后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他要来医院 看他爸爸怎么做手术 都是那个破官司闹的 要不然这个事情 怎么可能呢 付正事别撤裂他 付正事 结果我还没到家呢 小超的短信就又来了 让我赶紧现在回家 等我回了家之后 我就发现小超的脸色 不太对劲 我问他是怎么回事 他也不跟我说 最后被我问急了 他才说了实话 他才去医院的路上 他被一个三轮车逆行 给刮了一下 结果没想到 连人带车就摔倒了 整摔在马路牙子上 摔倒的时候 他正好摔在了自行车瓣上 被车瓣狠狠地 把胸口戳了一下 我听他说到这儿 我就赶紧 把他衣服解开一看 手术已经自立了 快 拍张片子 上呼吸计 做好强调准备 等等 司马国民呢 他人呢 得让他来救他儿子 司马国民在手术台上 这时候是下不来 你们怎么回事啊 那是他儿子 他必须得来 给他儿子做手术 不是跟你说了吗 司马正在手术台上 下不来 等他一下来 我马上把他叫他 不行 那是他儿子 必须得让他来做手术 你冷静一下好不好 你们之间的个人惩戒 甚至是恩怨 现在都应该放一放 抢救孩子要紧 你姐 你叫他来 你扔他来 你又不叫他我去叫 站住 这里是医院 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你且听我安排 快 我叫啊 让你叫你能叫得来谁啊 院长 去中医手术室 看看手术完了没有 手术没完 把孩子横交这儿了 好 赵小包 小超 两条性能都要保住 明白了吗 知道了 院长 你怎么没什么 你不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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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注意力气中 你在里边 你去拍个片子 你快去看看什么情况 好 警察 你别累坏 要不要回老师休息一下 这个时候我能回办公室吗 你别宁然说了 赶紧出去手术室 盯着自保护人 他手术一晚 你马上把他叫到这儿来 是 警察 别再说 我说 你被困难 你被困难 打死我 然后马上 你便宜了 你什么 去 准备热休思绪 排除急速 先报处 让我再去计调送出 放心 院长 立即在准备得进去 院长 准备一份收入东西单 把他妈妈一签字 立即收入 你们一起 向剑校长的母亲 和您警察的警报 跟我说清楚 好的院长 别说我带着他 回头下来的 您快冷给查 您别着急 你先坐一会儿 司马博明呢 他来了吗 我已经看了定位置了 他手术医院马上就到这儿来了 这是韩子昂医生 他刚刚检查了小超的情况 小超现在怎么样了 经过我们检查以后发现 小超的左侧胸位 出现严重的症状 并且胸腔内有不断增多的积蓄 从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排除积蓄才能不止于 让小超的生命出现危险 院长 我们坐下宿 这是手术同志数 是同学了 你签文字在自己看研一样 你签文字 我们还会和小超做手术 不行 司马博明不在这儿 我不签 你冷静一下行不行 你是孩子的监护人 你不签字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 给患者做手术的读 给我儿子做手术的 必须是司马博明 他来这儿我就签字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司马博明的手术台上吗 这位韩医生 刚才跟司马博明在一起 是我愣让人把他叫过来的 让他给小超做手术 保证小超不出问题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留在那儿 把司马博明撤下来 院长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 难道医院是给你们家开的吗 我没那么说 院长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完全有把握可以完成 抢救小超的手术 我们先要把人给绑住 等司马医生手术下来之后 再由他接手 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请你理智一些好吗 我让司马博明招救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这过分吗 仔细想一想 想不清楚现在的经济情况 不见他们的办法上是管理出了问题 那后悔就来不及了 我说过了 司马博明来了我就签 请 蹲下 今天事要有麻烦吗 您现在警局地定证 马上探紧急救措施 除了问题我负责 但是 我们请准 让我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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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求求你 让我看一眼 让我看一眼 我儿子 女士 你先冷静一点 我劝你 立刻牵下细术和之术 我们会尽全力地抢救小招 我知道 如果你不给我们这个权力的话 我们就无权对小招 进行下一步的抢救措施 这样拖下去非常危险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今天要听得清楚 为什么从手术台上下来的 不是司马不明 而是你 为什么你不能留在那 让司马不明到这儿来救救他儿子 有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能对他自己的儿子 都见死不救 为什么 这个手术已经第二次了 上一次 就是司马医生做过 现在手术正进行到关键时刻 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在中途插手 现在发生了这种意外情况 我们没有办法放弃一个 正在接受手术的患者 在关键的时候离开手术台 我们是医生 我们正在抢救一个患者的生命 请你明白这一点 别再那么冲突了好吗 我儿子的手术 我要司马过来做 小招就是为了 看拿来父亲做手术 才捉成祸的对吗 他作为父亲 他必须为儿子做这件事 要不然儿子醒来他没法交代 你明白吗 司马不明不来 你欠了我 你不能接 我儿子 你不能接受 我儿子 你不能接受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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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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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